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赫 这一期呢我来分享一下我最近特别喜欢的浮雕贴子 之前也有很多姐妹在私信问我 然后我就这一期的话就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我的我买的这家的贴子的话是在那个1688上 然后公司的那个那家店铺的信息 我就给大家截屏在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就大概给大家过一下我现在手上的那个贴子 我本来年前下了100多块钱的贴子 但是还没到 所以我就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手上有的这些 然后这一款的话是一个傀儡娃娃 它这家的质感真的蛮好的 我可以拉近给大家看一下 看得到吗 看没有 它这个质感很好 然后浮雕贴子跟一般的贴子不一样 一般磨砂的那种效果的话会更好 所以说到时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出一些浮雕贴子的教程 然后还有这一款小香风 因为这个小香风的话当时有姐妹问我 就是这个怎么画的那么直的 其实我是用的贴子 这一副的话就是用贴子做的这一副 然后这个是妮娜贝尔的 然后这一副的话 这一个的话是我 最近的话做的这一副超级好看 我妈呀 这个是我自己的尺寸 我给自己做的 然后这边就是格子 它这个质感很好 它这个质感真的很好 然后还有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过年款的 是我用的比较多的 我买了大概有十五 这样的样子 基本上本身的一张 其他的基本上都用过了 然后给客户做的款 然后就这边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浮雕 而且它浮雕的话 它旁边的那个很软 就是很好贴上去柔韧度 然后还有它的那个粘性 还是非常不错的 弹性也不错 然后这个是过年款的 这个是用剩下的 然后你看它做出来 磨砂效果的话就是这样 超级好看 它其实是你手摸上去 它其实是有一点 凹凸的那种质感的 超级好看 所以说这一家的贴子的话 我就给大家放在下面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我之前买了有一家 比这家的贵一点点 所以说我后面选了这家 然后后面我看了 就是店家的介绍 说他们家才是正版的 然后具体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他们家的质量 我买回来的话是很不错的 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对于这种浮雕贴子 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他们家看一看 然后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评论区问我哟 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收藏加关注 拜拜